這個民調因為計算方法不一樣 加權方法不一樣 所以做出來柯文哲贏 這有很奇怪嗎 那重點是這個柯文哲 為什麼昨天自己要親上火線 由我這個總統參選來公布 這三份民調到底為什麼 有人說他這個是入侯民調 那有沒有誤會了柯文哲 而且這個柯文哲 今天花花公子 下午說韓國瑜才是我的真朋友 晚上馬上去夜會郭台銘 而且如果剛剛照學偉講的怪啦 你去找郭台銘照理說應該越好 怎麼會到的時候郭台銘不在家 有這麼匆忙嗎 你怎麼看他昨天整天的行程 對 我覺得學偉哥是天下父母心 陣體也不成剛 剛剛都哭起來了 我覺得侯友要有個態度 最好留個眼淚給我看 對啊 真的 我現在說鱷魚的眼淚 最少要有個態度 這是入侯民調 真是入侯民調 對啊 請問你 你留侯友的態度在哪裡嗎 就一個注意人在那邊死啦 硬是要藍白河 我先跟他來解讀 柯文哲公布這個民調 有多荒唐嗎 這個民調這樣 你看有趨勢對不對 還有求證對不對 你看這個民調 我先講結論 如果這個民調可以這樣做的話 我認為未來說 統計學都要加開一個項目 叫做柯文哲 效益 柯文哲理論 柯P Serious 為什麼因為這個太奇怪了 柯P加選法 你看太奇怪了 你看到原始侯友宜 柯文哲跟賴清德對不對 原始賴清德是34.6 侯友宜是28.9 柯文哲是24.1 這才是我們熟悉的數據對不對 每老天幫你帶這個趨勢對不對 他不知道怎麼加的喔 加完賴清德從34變30 侯友宜從28變24 你柯文哲一個人從24變32 變32還贏過賴清德 兩個人都掉4% 然後你柯文哲一個人多8% 加權可以加到8%的喔 你要怎麼加 這個把兩個人疊了 就加在他身上嘛 對啊 這不是加權叫加法 不是加權好不好 因為這個太高靠4 這太靠4加法 哪有這種加權方式 我算是走跳加 我算是走跳很久了嘛 也沒有看過這種加權方式嘛 你自己看這個趨勢就很清楚 就是趨勢也不敢說 這個這個這個我亂做 我又給你份原始的 那我怎麼加 你有你的演算法 我尊重我尊重 你怎麼加權我尊重 我原始是這樣 不然為什麼要擺原始數據 跟加權數據 這些民調公司也有公信力啊 做出來跟大家不一樣 我說我知道公布一個原始的 一個加權的嘛 那柯文哲可能以為沒有人會仔細看嘛 對不對 結果我兄弟張宇軒跑去看嘛 把他抓出來 很奇怪嘛對不對 所以這都是當然賣臭的啊 少吹牛 如果你柯文哲 如果真的民調這麼厲害的話 不要去扒郭台銘嘛 對不對 你就自己選就贏了嘛 對啊 少吹牛嘛 你民調可以加權 選舉沒有加權的啦 一張票就是一張票嘛 對不對 這我破解 大家不要以為柯文哲是第一名 是他賴清德少4% 柯文哲加8%啦 這種加法 但難怪柯文哲會說 誤差範圍內都浪泥 會以為要怎麼加你加4啊 這一塊 另外一塊這個民調其實很有趣喔 他的民調的做法是做 柯文哲賴清德 柯文哲賴清德郭台銘 這一組 另外一組是 柯文哲賴清德郭台銘 這一組 這個民調叫什麼 叫藍白分的民調 不是藍白和的民調 什麼叫藍白和的民調 藍白和民調一定是這樣做 譬如柯正侯富對上賴清德以及郭台銘 那到底民調是多少 那侯正柯富對上賴清德以及郭台銘 民調多少 他會做搭配的 看哪一個化學成化學效應最好 對不對 他應該這樣做叫藍白和民調 你怎麼會做有我沒你 有你沒我的民調 沒錯對不對 所以這個民調天生做出來要幹嘛 要羞辱侯友宜的嘛對不對 他就跟所有來贏的人說說 哇柯文哲 我單挑賴清德 我贏根本不需要侯友宜 符合柯文哲原本 連侯友宜當副手都不屑的傳言 對不對 他說我不要侯友宜 我要一男一女對不對 那這個民調是羞辱侯友宜到極致 我一個人我都可以賴清德8%了 我不需要跟你搞什麼一家一大以後的遊戲 你只要和我給我退 柯文哲在這邊我就會贏賴清德 對不對 完全是滷猴民調嘛 所以在這個狀況之下 藍因所有人贏起來嘛對不對 所以現在的友台對不對 看全面變全台灣最黑科的 科黑電視台 哇那這個厲害了這個厲害了 很關鍵的時刻終於變成了 要殺柯文哲 所以這個狀況之下 這邊是藍白正式開戰嘛對不對 可是在這個狀況之下既然藍白正 柯文哲的底牌是什麼 現在大家要來討論 柯文哲有列解藍營三部曲 第一部曲呢去找郭台銘嘛對不對 最近有昨天呢 這個友台有獨家提報一個事情就是 現在原本距離郭台銘越來越遠的地方派系 又逐漸回到郭台銘的身邊 是因為什麼事情 原本該這個撈的也都撈過了嘛對不對 該負擔的分數都負擔完了嘛對不對 那為什麼又回到郭台銘身邊 原因只有一個 因為他們挺郭柯合作 這個郭柯合作並不是說這一陣一副這種合作 而是郭台銘現在跟柯文哲正在談某種條件 談某種合作的可能 那這個合作可能呢 站在郭台銘講說某一個回本的方式 是部分區要給議席 讓郭台銘去指定 這個地方派系就太香了 這對地方派系就非常非常重要嘛對不對 所以有台踢爆 這個郭台銘生日的時候 這個誰 周夢榮 還獻上這個74歲生日的蛋糕 三百大叫乾爹 這個畫面都出來了 踢爆是什麼 柯文哲帶著周宇秀去找郭台銘談的時候 旁邊還有所謂的周典論跟周夢榮 所以說對於柯文哲跟郭台銘 讓我們談成我不知道 等一下易富哥會補充 因為他在桌子底下 那意思好了 可是我的意思是 他們在談這件事讓地方派系聞到了 有可能的合作的空間 所以這個東西呢 是變成是柯文哲拉郭台銘 除了拉郭台銘票之外 連原本支持郭台銘的 中國國民黨的地方派 也一起拉過來喔 沒有啦就只有那一派而已 還有一個南投的何勝峰 不是這也很重要嗎 因為柯文哲在屏東 半導是三百多個人對不對 你有議長支持無鋼啊 三五千人至少嘛對不對 所以這個東西就是 第一部曲喔 拉郭以及郭旁邊的派系 何勝峰等還有這個 屏東這是一塊的一個 另外一塊的 這個柯文哲高雄造勢的時候 請問誰幫他站台啊 邱毅跟蔡正元對不對 正義兄弟來了 前正義兄弟嘛 現任的正義兄弟是 李正浩跟王毅川嘛對不對 他們是前正義兄弟站台 所以你看 他這個東西在幹嘛啊 蔡正元跟邱毅再怎麼樣 點點點 他怎麼樣也是一塊他的粉絲啊 對不對 所以是長期累積的品牌形象嘛對不對 所以最近這個黃敬民就抱怨很累啊 說這個來我們節目要跟我們吵架 他說連去友台 中叉電視台要跟他吵架 到處都是敵人嘛 這是第二部曲嘛對不對 第三部曲就是老小姬嘛 國民黨的小姬 所以才傳出說柯文哲去夜會高雄的國民黨的立委 後面就有李明璇高喊希望柯文哲來站台嘛對不對 那這就是三部曲嘛 一透過郭台銘以及郭台銘旁邊海挺他的派系 拿部分區去換得地方派系支持這一部曲 另外一部曲剛剛是陸軍嘛 那叫空軍就是所謂的正義兄弟等人 接著你會看到越來越多國民黨的孤魂野鬼 慢慢往這個這個柯文哲那邊靠攏 那這些孤魂野鬼散開來都是閃兵游泳 可是組成一組團隊坦白講也算是前戰鬥籃嘛對不對 所以這個名稱叫做空軍 那另外呢包含那種小姬去撈一下夜圓職啊 撈一下李明璇這種東西 這個東西就是叫做打游擊 對不對 陸戰空戰街 有誰要打人這邊撈一點那邊撈一點 那他在拚什麼呢 拚選前十天民調領先侯友宜嘛 氣寶嘛 所以這個就是柯文哲的整個狀況嘛 所以真的我認為國民黨 尤其是侯友宜陣營 已經到了一個抉擇的關鍵時刻 再談下去你就是持續被裂解 對 就是學友哥講的 你要嘛就站下去 否則你就是被裂解嘛對不對 那無論哪個選項 我個人都很開心 也在關期程 期待這個侯友宜跟柯文哲可以爭第二 不要高興太早哦 柯文哲民調柯文哲贏賴清德8% 加8% 小心哦